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齊去看看人大會議的最新情況 話說全國人大會議今早就在北京開幕 當開幕式結束以後 全國政協副主席兼前任行政長官董建華 在台上不慎扑親 又多人上前參謀 並且林鄭和梁振英都有上前慰問 不知道董建華是否患復發 因為他在下台的時候曾經說過 說他自己是有腳痛的問題 其實董建華也不是第一次在公開場合 在97年底的時候 他出席一個選民登記宣傳活動的時候 也是整個慣低了 而翻查資料 上個星期董建華曾經接種了科興疫苗 不過時間這麼久的時間 相信跟他打針是無關的 接下來我們就看看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辰 對於香港的選舉制度 作出了一些宣示 他說要調整優化選舉委員會 建立有香港特色的民主選舉制度 他還說要重新構建選舉特首的選舉委員會 同時要修改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 也要修改基本法的附件一和附件二 但他強調這次的修訂不涉及修改基本法的證文 大致上是要怎樣作出修改 王辰說要優化選委會的規模和產生辦法 除了繼續讓選委會選出行政長官之外 也要給予選委會一些新的職能 比如說由他們去選舉產生出較大比例的立法會議員 直接參與和提名全部的立法會議員候選人等等 換言之范徐麗泰之前所提出的意見 在這次實踐出來了 因為他曾經說過 說在往後的立法會選舉當中 參選人不僅要取得市民的提名 而且還要取得一定數量的選委的提名 現在正正就是將會執行這件事 相信在往後不再需要由選舉主任去逐個參選人 去審視他用不需要DQ那件事 因為如果大陸覺得某一個參選人 他根本上不想見到他 那些選委自然就不會提名他 他拿不到提名根本上也選不到 另外王辰還提到 說這次只會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 不會修改基本法證文 在經過修訂的附件一和附件二依法公佈實行的同時 原有的附件一和附件二也會廢止 原有的附件一和附件二 其實裡面曾經說明了 到底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 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 如果要修改的時候應該怎樣做 原先的附件一和附件二就是有所謂的政改三部曲 就是說第一步由立法會的三分之二多數議員通過 第二步行政長官同意 第三步就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批准 去到04年釋法之後 政改三部曲就變成了五部曲 在原有的三部曲之前再加多兩個程序 第一就是要由行政長官提交意見 究竟有沒有需要在香港推動政改 第二就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 如果人大常委認為你有需要才可以再啟動下去 所以三部曲就變成了五部曲 現在簡直演變成為一錘定音 由大陸主動提出 說要完善特首和立法會的選舉制度 要建立有香港特色的民主選舉 所以已經不需要再說三部曲 五部曲已經完全廢了 之前有很多建制人士說過 說香港要發展民主 就不能一步登天 要循序漸進 原來現在要修改這個選舉辦法 就可以由大陸主動提出 而且他已經滿覆經論 他已經有很多框架 很多藍圖 所以建制派經常說要循序漸進 全部都是堂詞 黃臣還說了一件事 他說有人策劃並且實施所謂預選 企圖取得立法會主導權 進而奪取香港管治權 梁振英昨天在Facebook的一條貼文 其實就是和黃臣這句說話有互相呼應 梁振英說他在1911月拘選之後 曾經說過 說區選大家現在只是看到結果 但是沒有看到後果 他認為後果是很嚴重的 原來就是說 如果你在一場選舉裡面 非建制派的候選人 是贏得太厲害 是排山倒開式的當選的話 就會觸動大陸的神經 事實上真的是這樣 因為大陸在看到區議會選舉 民主派大勝之後 第二年立法會選舉 簡直是說以疫情作為借口 就押後了 相信今年也會再押後 因為大陸要改 特首產生辦法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 肯定就是改了才再選 所以根本上去年所說的就是 正如林鄭那份報告裡面說 就是以疫情扭轉選情 現在就扭到簡直是連產生辦法也扭轉了 到底大陸口中所說的具有香港特色的民主選舉制度 將會改成怎樣 昨天有很多本地媒體都引述了這個消息 就說要擴大行政長官的選舉委員會 由1200人增加到1500人 選委會的界別就從四個界別改成五個界別 每個界別就是300人 而117席的區議會選委會全數取消 即是區議員的政治功能完全是廢了 好了 立法會方面又如何 由目前的70席增加到90席 會取消超級區議會議席 即是五席超區就完結了 另外會新增一個由選委會選出來的議席 其實王臣今天正正說了這件事 到時候會怎樣分配呢 就是30加30加30 地區直選30席 功能組別30席 選委會又30席 這個選委會其實不是新鮮的東西 其實在97之後的第一屆第二屆立法會選舉 都有這些立法會議席是由選委會選舉產生出來的 第一屆應該是有10席的 當時就是30席功能組別 20個地區直選和10個選委會議席 後來去到第二屆就有30席功能組別 24席地區直選 6席的選委會 去到第三屆就變成30加30了 當然在2010年的政改方案獲得通過了以後 就變成了35加35了 現在就簡直變成了90席 當然民主成份當然有所倒退 因為當初選委會的議席 就是逐漸交由地區直選來產生的 現在又由選委來選出30個立法會議席 豈不是開了民主倒車 但是大陸現在所做的事情 無非就是要把安全係數提到很高 即是到時任你怎樣玩 任你怎樣沒有都好 你基本上都不能夠再在這個框架裡轉空子 將來那些選舉 一旦那些參選人要報名的時候 他就要取得一定數量的選委提名 如果別人都不喜歡你的時候 那些選委就不提名你 你就已經在提名期就完結了 就算被你僥倖入閘也好 就算被你選上去也好 如果大陸又認為你有問題的時候 他又可以DQ你的 這樣也不夠安全 原先35加35 你就有機會可以過到半數 現在就變成30加30加30 你選委會所產生出來的議席 全部都是親建制的 沒有可能你是可以取得到的 因為在那個選委會的選舉當中 他又會有個關卡 比如說連那些選委都要去宣誓 還有一件事就是現在那個選委會 由1200人加到1500人 你加出來的300人是甚麼人 當然全部都是會親建制的 而且最不親建制 最非建制的那班就是區議員都踢走了 所以就把安全系數提到很高 包補是要萬無一失為止 所以這個具有香港特色的民主選舉制度 就是使得結果都可以預測出來的 是可以控制範圍內的 是確保得到是由愛國者為主體的 就是這樣了 所以又會引申出一個問題 就是到底民主派在往後的選舉 還會不會繼續參選呢 因為當初他們參選的目的就是要推動民主 但是現在基本上都不用搞了 沒有機會再搞他們口中的民主 因為現在要發展那種 叫做具有香港特色的民主選舉制度 好了 既然都做不到這個功能的時候 如果他們再去選就變成像打工一樣 而且他們也有很多制爪 一來又有宣誓 二來又有國安法 三來就是如果他根本上看不過眼的時候 他又可以DQ等等 因此非建制派的生存空間 其實就是壓縮得很厲害 基本上他們會變成類似和民建聯 沒有什麼分別 因為他們根本上就做不到 他們原先應該想做的效果 所以不少人其實對議會都已經沒有了幻想空間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